作业就是公式 自定函数跟SUB SUB有两个按钮 所以请各位开发人员自己要叫出来 插入这边有一个按钮 按钮不要选错 上面的不是下面的 有东西选到下面的 下面也可以 只是说下面比较麻烦 要自己写程式 上面不用写程式 所以记得是插入表单控制箱里面这边点一下 然后把它拖拉一下 然后名称的话 你说老师那上面名称好像没改 对先取消一下 我干脆先改好了 改之后再加好了 所以改怎么改 这名称把它改成叫什么 叫刮斧自串好了 随便给一个名称 类似这样的 给一个刮斧自串 清楚 好那改完之后的话 你一样 就是插入按钮之后 如果你要再重新指定的话 你可以在按钮上方按右键 指定聚集 按右键指定聚集 跟他讲说呢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帮我执行这个SARP 叫做刮斧自串 那在这里聚集其实指的就是SARP OK 就是帮我去执行它哦 按确定 好 那我是建议呢 你按确定之前哦 顺便可以把这四个字复制起来 好 为什么要复制呢 因为按确定之后 它上面的名称哦 不会自己帮你改成那四个字 那你可以再点选刮斧1 把字贴上就OK了 这样比较简单 那这个就有一个刮斧自串 那清除的话一样 再按一下这个 点一下 拖拉一个范围 OK 然后呢 选择清除 再把名称复制 复制一下 然后确定 先选清除 再把名称复制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把清除贴上 当然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快 按一下清除 这样就OK了 然后这边就刮斧自串 好 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作业 基本上就是 请各位呢 把这个三个工作表分别完成 那我希望这边看到公式 这边看到这个方向 这边看到两个按钮 各自有各自的强项 然后你说老师 我将来需不需要全部都做 不用啦 你将来就按照你 你比较怎么样做比较的效率 你用对的方法就OK了 那我们只是跟各位讲 比较之下 当然以后如果你希望做 当然按按钮不是最快吗 什么事都不用完全不用思考 那最后还记得 因为它预设是XLSX 不能执行嘛 所以记得 在存档的时候 你不能直接存档 否则会出错 请你另存新档 浏览的时候呢 请你把它改成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记得不要选原来的那个 原来那个XLSX 它没有办法储存VBA 所以VBA就不见了 OK 按储存 所以你绞交的时候 记得绞交这一个 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如果你要检查的话 你可以在Visual Base 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module 如果将来你打开的话 有没有一个module 如果有 打开里面有没有三段 层次 一个是function 这个 到end function 这个是第一段 这个是第二段 这个是第三段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 你应该是有做成功了 那剩下的时间 就给大家 把这个练习题 把它做完 然后呢 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的话 有一个算是延伸的加分作业 这个部分加分作业就是说 后面有个152 OK 那请各位呢 第一个打开之后的话 各位没有发现 这个就更麻烦了 长宽高 请你把长宽高 里面的公式 就是敌得掉 反正呢 应该可以理解吧 之前只有一个瓜糊 现在有三个瓜糊 有没有 然后呢 必须把125 放在这里 135 放在这里 255 放这里 有没有 长宽高 有三个 所以意思是说 有三个瓜糊里面的资料 分别要放在CDE的储存格里面 那应该怎么做 当然不是叫你图法链钢 有没有 如果你图法链钢 还得了 这怎么做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第一个 有没有公式可以完成 第二个的话 有没有办法有一个function 可以完成 那function是不是要 因为长宽高有三个 那是不是要有三个function吗 OK 理论上应该要三个function 一个长 一个宽 一个高 所以function三个很麻烦 所以长不如用sub sub一个就OK 所以如果有一个 这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完成的话 那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清除的话 那会更好 所以这一题 如果你不想用function 没关系 因为function不好用 你可以直接跳到sub 就好 所以后面呢 我们的VBA 不见得function跟sub都要写 我们刚才用sub 用sub就好了嘛 就是干脆最后 你们可以想一下 有没有办法用内建的函数 产生三个公式 分别向下填满 OK 试试看 或许你可以用chargbt 然后呢 第二个也许你干脆直接 就把它用sub来完成 function做跟不做 我觉得这个可以自己 可以 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好像 function要三个 好像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你也许可以直接 用sub 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 这个练习等于是给各位延伸 如果你假设有时间 你想要多加一点分 作业分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完成 就缴交这两个作业 就OK了 剩下时间的话 就给大家把这个 刚刚151的部分完成 记得喔 存档类型 一定要存成 启用聚集的活业部 这个 第二个的话 这个OK之后的话 你们再开启152 这一个题目 也顺便 试试看 当然 我 并不会说一定要 给一个标准答案 因为 其实将来 你们到职场上面 老板要看这个结果 他根本不会想要知道 你到底怎么做的 除非那个老板实在太龜毛了 你用公式做的吗 还是你是用VBA做的吗 你是用房选 还是用SUB 如果他这样问你 你会觉得 这个老板好怪喔 怎么做 做出来比较重要 你怎么做的 这当然是其次 OK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 试着把这个问题 给完成 实际上 你要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蛮多的 以这一题 我跟各位讲 其实如果你用函数来解 倒不如另外一个方法 在SEAL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 资料剖析 其实这一题的话 用资料剖析 应该是最快的 资料剖析怎么剖呢 第一个把B2到B8选起来 第二个呢 从这个上方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功能叫资料 页面叫资料 里面有个资料剖析 其实用这个来做 应该是最快的 资料 资料剖析 OK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帮你剖资料 如果你的位置是固定位置 它可以帮你剖开来 那你可以把资料剖析 然后怎么剖 固定宽度 因为位置都固定嘛 固定宽度 下一步 然后呢 在这个125的前面 点一下 点一条线 它就画一条线出来 在125的右边再点一下 就等于是后刮户的前面点一下 然后反正就数字前面点一下 数字后面点一下 就给它总共有六条线就对了 OK 六条线 那假设你点的时候没点准 因为这个实在质很小 没关系你可以移动它 这条线有没有 移动 反正你可以移动到分隔正确的位置 然后你再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告诉它说 你哪些要哪些不要 我要的其实就是有数字的 所以这个是不要的 不会入此栏 这个也不要 不会入此栏 就数字的部分就是会不动 这个是不会入 这个要 所以跳过去这个不要 不会入此栏 不要的都不会入此栏 那最后在目标储存格 记得喔 不能够是B2 一定是C2 所以把目标储存格改为C2 按下完成 然后按确定就OK了 这样就把它剖开来 这样应该是最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会比用函数 或者用VBA可能会快一点 不过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 我是觉得将来你遇到资料上的问题 绝对都不是只有一种解法 那你就是要自己挑一个相对是 快速简单的方法 那前提当然你就需要 把这个工具尽量摸手 你才有办法很快的知道 这个问题我知道 用哪个方法最简单 你就不会一直想说 到底哪一个方法 可能你一个方法都没有的话 那只能突发炼钢 那真的就永远做不完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每天这个C2要加班 事情都做不完 我觉得它应该 第一个卡在资料 根本不会用对的方法处理 那当然一定会有点做不完 尤其是 比较资深的 我觉得有些年纪比较大的 那个资深员工 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最扯的以前就是什么 很多人连 网络资料都把它列印下来 重新再把它key in 进去 我觉得这很扯 你会觉得很扯 可是其实有人 有人对这些不熟悉 他自然就会用一些 不是那么有效率的方法做事 所以刚刚是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记得你要剖析之前的第一步 记得要先把B2选到B8 指的就是你要剖析的范围 你要第一步 记得第一步一定要选对 选B2到B8 指的就是你要剖析的范围 你要先给它 所以第一步 第一步 第一步 选B2到B8 2的话才是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3的话好像固定栏宽 你就分别把它剖 就自动帮你把长框高分别得到 其他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你们不妨也可以试试看 有没有什么公式 或者有没有办法用VBA的SUG